好 接下来我们学习第三部分 关于建设工程安全增长管理条例 A 关于安全的一步行政法规 那么对于这一部分来讲 涉及到如下的两个试试点 第一个是施工单位的安全责任 第二个是其他单位的安全责任 当然 对我们整个施工现场来说 施工单位则是负主要责任 所以 从安全事故的发生来讲 它的发生的主体 很大的概率也是施工单位 首先我们看一下第一个试试点 关于施工单位它的安全生产责任 第一个 工程承担 工程承担 我又不用多说 来 同学们自己告诉我 那么涉及到工程承担的问题 那原则性的规定是啥呀 嗯 小翁同学 你说对了吗 那也是 必须在知识等级的范围内 来承担工程嘛 好 往下走 关于安全生产责任制度 那么涉及到安全生产责任制度 就施工单位来说 那就如下的三个主体 要注意他们的安全生产责任 那么第一个呢 是施工单位的负责任 注意 是施工单位负责任 好 比如说管安全生产的副总 那如果说没有明确的副总 那就是施工单位的法定代表人 好 这是施工单位的负责任 这是第一个 级别最高 第二个呢 那就是项目经理 项目负责任 项目经理 好 这是第二个主体 那么第三个主体呢 那就是安全员 专职的安全生产管理人员 好了 那么对于这三个主体来说 他们各自的安全生产责任 到底有哪些 我们主要区分的是前面这两个 首先 对于第一个 对于施工单位的主要负责任 他的一个职责 总体来讲 对整个施工单位的安全要全面负责 对整个施工单位它是负总责 好 他的责任一二三四 第一个 建立健全安全生产责任制度 第二个 确定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 所以一和二我总结一下 这就是建章立志 建章立志 资助建设 那对于你施工单位的主要负责任 那就是你应该需要完成的任务 接下来第三个 保证安全生产条件所需要的资金投入 那么第三个那就是给钱 对安全生产这一块 那涉及到资金的投入也得保证 第四个 对所承担的建设工程进行定期 和专项的安全生产检查 并做好安全检查记录 这是检查 所以总结一下 对于施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 他的安全生产的责任 那就是建章立志 给钱还得检查 好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项目负责人 对于项目负责人来讲 那就是项目经理 项目经理在我们的这种观点当中 他应该是对整个项目负责 所以对整个项目的安全生产 由项目负责人他来负责 当然对于项目经理来讲 按照现行的规定 我们应该是由建造师来担任 可能是一级建造师 在一些规模比较小的地方 那二级建造师也可以 好 看他的责任 第一个 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度 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 好 上面有制定 下面我们要落实到项目上 这两者是一个激励的关系 上面建造立志 下面咱们就得把这些制度落到实处 第二个 确保安全生产费用的有效使用 上面拨钱 下面咱们就得好好的用 不能把这个安全生产费用 拿去挪个串 整个小啤酒 这当然不行 第三个 根据工程的特点 组织制定安全事故措施 消除安全事故隐患 好了 对于安全事故措施 这是项目经理 根据这个项目的特点来制定 第四个 即使如实的报告 生产安全事故 好了 这主要负责人和项目负责人 他们各自的安全事故的责任 来 看下面的总结 主要负责人建装立志 给钱并检查 项目负责人需要落实责任 用好钱主持制定措施 并予以汇报 好 看下面的多项选择题 多项题 根据建设工程安全事故 管理条例 施工单位项目经理的安全责任有哪些 比较A 应当制定安全生产的规章制度 这啥 这是施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 他的一个职责 相比 落实安全事故责任制度 这是项目负责人的职责 比较C 确保安全生产费用的有效使用 确保安全生产费用的有效使用 那是项目负责人的责任 写下 C 没问题 加上D 保证安全生产条件 所需资金的投入 这是主要负责人 他的一个责任 加上E 如实 及时的报告安全生产事故 项目负责人 他的一个责任 所以这要题正确答案 B C和E 好 这是我们设计的三个主体的责任 也才说 那安全员的责任没有说呀 安全员的责任 给我们想想都能想出来 特别的细化 比如说 我们私工现场 日常的安全巡查 比如说 我们专项私工方案 在进行输出的过程当中 安全员 并现场监督 对吧 那更加的细化 来 接着往下走 下面 我们依然看一下 总包和分包 两者之间的 安全责任的关系 那么对于总包和分包来讲呢 在前面的建筑法当中 实际上都有所表述 基本上就如下的几句话 第一个 分包单位 根据分包合同 向总包单位来负责 第二句话 分包单位 应该服从总包单位的管理 因为总包单位 对安全生产负责 第三句话 如果分包单位不服从管理 分包单位 承担主要责任 那么 总包单位和分包单位 对外承担连带责任 那如果说 落实到如下的这个图形上 那也是这样的 首先 对于总包单位 对安全生产负总责 总包单位 对这个建设工程 主体结构 需要亲力亲为的预事工 那么 分包单位 依据分包合同 来进行分包工程的事工 那么 涉及到第三方 这两者 对于第三方 包括建设单位 或者其他方 承担的是连带责任 好 对于总包单位 建设工程的主体结构 他不能够分包 由他自己来完成 好 往下走 如果分包单位 不服从总承包单位的管理 而导入生产安全事故 由分包单位承担主要责任 再往下走 那接下来 对外出的连带 那对立呢 对立要按分 按哪个分 按分包合同的分 所以 分包合同当中 应当明确 各自的 安全生产方面的权利和义务 好 看看下面这条题 单项选择题 建设工程 施工总承包单位 依法将建设工程 分包给其他单位的 关于安全生产责任的说法 正确的是 选案A 分包合同当中 应当明确 总分包单位 各自的 安全生产方面的权利和义务 选案A 完全正确 在分包合同当中 那 咱们就要按分 分得非常的清晰 总包承担什么样的责任 分包承担什么样的义务 这分包合同当中应该与约定 分包单位的安全生产责任 由分包单位独自承担 错 当然不是独自承担 对外咱承担连带责任 讲C 总承包单位 对分包单位的安全生产 承担安全责任 好 对于总包单位来讲 就分包单位的安全生产 承担安全责任 错 对于分包单位 你不服从总包单位的管理 你还得承担主要责任的原理 总包单位和分包单位 对于生活现场安全生产 承担同等责任 错误 那如果是总包单位 适用的这一部分 跟分包单位 没有半毛钱的关系 如果是分包单位 在送过程当中 不服从总包单位的管理 承担主要责任 都不是同等责任 所以这要题 正确答案 选A 继续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第三个 关于安全生产的管理费用 那么 安全生产的管理费用 这是一个刚性的费用 那么用在特定的地方 看下面 例如工程的概算 在初步设解当中 这部分费用就需要于确定下来 用于施工安全防护用具 及设施的一个采购和更新 安全施工措施的落实 安全生产条件的改善 不得罗作他用 这个地方考了很多年 当然并不是直接考这样的表述 考的是具体的运用 比如说 设计了安全文明施工费 那如下的哪一些 可以用作具体的费用开支 考的是一个具体的这种运用 当然总体来讲 还是涉及到这几个部分 第四个 施工现场的安全管理 应设立安全生产管理机构 配备专制的安全生产管理人员 安全生产管理人员 发现安全事故隐患 应当及时向项目负责人 和安全生产管理机构报告 对违章指挥违章操作 应当立即制止 这些都是原则性的规例 走 看题目 2020年 找到多项选择题 根据建设工程 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的规定 施工单位 对列入建设工程 改善的安全作业环境 及安全松措施 所需要的费用 应当用于什么 好 ABCDE 选案A 采购 施工安全的防护用具 这是可以的 是吧 设计的措施的改善 设计的安全设备的一种采购 缴纳职工的工商保险费 这不可以 工商保险费缴纳了 我们施工条件都已改善了吗 没有吧 想要C 支付从事危险作业人员的津贴 这也不可以 更新施工安全防护设施 这没问题 改善安全性的条件 这是可以的 所以这要题 正确的答案 那应该是选择选项A D和E 往下走 看下面这道 单项选择题 根据建设工程 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的规定 建设工程 安全作业环境 及安全松措施 所需要的费用 应当在编制 什么时候确定呢 应该在初步这一阶段 编制设计概算的时候 就应当于确定 所以正确的答案 应当在编制 工程概算的时候 于确定 好 正确的答案 选B 好 这是这道单项选择题 好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第五个 关于安全生产的教育培训 那么涉及到安全生产的教育培训 我们要注意 如下的几个岗位 第一个是主要负责人 第二个是项目负责人 第三个 是专制的安全生产管理人员 那又是安全员 好了 我们看一下 首先第一个问题 是关于管理人员的考核 刚才提到的三个岗位 所涉及到的管理人员 主要负责人 项目负责人 专制的安全生产管理人员 都必须考核合格 方可上岗 对安全 这是一票否决 所以 得上岗 考核合格 方可上岗 好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关于作业人员 他的安全生产的教育 首先第一个 日常安全生产教育培训 这个呢 至少一年 得搞一次 这个频率计下 至少一年搞一次 第二个 进入新岗位之前 涉及到新工艺 新材料 新方法 新岗位 在此之前 要进行个安全方面的培训 好 往下走 关于特种作业人员 需要取得特种作业的资格证书 方可上岗进行操作 那么 哪些属于 特种作业人员呢 看下面 垂直运输 机械作业 安装拆卸 爆破 起重信号 登高架设 这些都属于特种作业 那么涉及到这些作业 都要取得特种作业 操作资格证书 方可上岗 好 这是关于安全生产的教育培训 继续 看下面这条题 根据建设工程 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的相关规定 生物单位 应当对管理人员和职业人员 每年至少进行多少次 安全生产教育培训 每年至少进行一次 安全生产教育培训 所以正确答案 选择选项A 好 这是这条单元题 往下走 接下来看一下第六个问题 关于安全技术措施 和专项施工方案 好了 下面这些PPT 内容相对比较丰富 首先 涉及到 危险性较大的分布分析工程 我们要编制专项施工方案 那么到底哪一些 是危险性较大的 在这 我们列了趋向 这七项呢 最后一项咱别看它兜底条款 前面的六项咱来记住 好 包括积分支户与降水工程 土方开挖 模板工程 启重吊装 缴手架 拆除爆破 好了 涉及到这些需要编制安全方面的专项施工方案 好 这是哪些要编 那么接下来编完以后 谁来签字 谁来认可 谁来签字 由施工单位的技术负责人 注意 不是项目负责人 施工单位的技术负责人 和总监理工程师签字 你看 总监理工程师签字不就三个地方吗 一个波付工程款 一个呢 竣工验收 还有一个呢 涉及到安全方面的专项施工方案 对吧 好了 这是第二个问题 前面哪些要编 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三个问题 编完以后 我们再进行实施的过程当中 谁来监督 谁来监督 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 来进行现场监督 好 第四个问题 如果涉及到一些更为危险的项目 比如说 增基坑 地下暗挖和高大模板工程 那么涉及到这些 还需要进行专家论证 专家审查 那么 这个专家论证专家审查 谁来主持啊 谁来主持 施工单位来主持 那么 如果说 涉及到的是总分包 那应该由总包单位来主持 好 所以这些PPT 我们解决了四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哪些需要编 第二个问题 谁来签字 第三个问题 谁来监督 第四个问题 哪些需要专家论证 专家审查 来 看下面的题目 单项选择题 这设计到什么样工程的 专项失踪方案 失踪单位 需要依法 组织专家论证和审查 设计到什么 设计到地下暗挖 高大模板和升级坑呢 所以正确答案 选择选A 地下暗挖 那么对于 后面的降水 脚手架 启动吊装 编制专项失踪方案 但并不一定 要进行专家论证 所以正确答案 选A 走 第二道题目 单项选择题 单元第一 基坑失负工程 专项失踪方案 需要经谁的签字以后实施 谁来签字 两种签字 第一个呢 是 施工单位的 总技术负责人 施工单位的 总技术负责人 第二个呢 那就是 总监理工程师 总监理工程师 所以正确答案 你一看 施工企业的 技术负责人 以及总监理工程师 需要两个都签字 正确答案 选择选项地 好 现在我们看一下 第七个内容 欢迎施工现场的 安全防护 简单一看 施工单位 应当在 一些危险性较大的地方 设置明显的 安全警示标示 这个安全警示标示 必须符合国家的标准 那我们在全国通用 对于这个符号来讲 在这个地方 代表这个意思 但另外一个地方 也代表同样的意思 所以安全警示标示 应当符合国家标准 那哪些地方比较危险呢 在教材当中 挪掉了这些项目 对于这些地方 你们想一想 都比较危险 比如说 施工现场的入口处 提醒大家 到了施工现场 到了容易出安全事故的地方了 施工现场的入口处 提醒大家 然后施工启动机械 临时用电设施 脚手架 出入通道口 楼梯口 电梯井口 孔洞口 桥梁口 隧道口 机坑边缘 爆破物及有害危险气体 和液体 存放处 像这些都属于危险性 比较大的地方 你们想一想 基本上都能够确定出来 好 这是施工现场的安全防护 往下走 看一下第八个 施工机具设备的安全管理 施工单位采购 租赁的安全防护用具 机械设备 施工机械及配件 明当具有 生产制造许可证 产品合格证 并在进入施工现场前 进行一个查验 好了 这两个证的意思是什么呢 前一个证 生产制造许可证 说的是 对这个生产厂家 拥有制造这个设备 制造这个施工机械的资格 好 后面这个证 那就更具有针对性 说的是 你一面对的这个松机械 它是合格的 所以前面呢 是有资格制造 后面制造出来的特定产品 是符合要求的 好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第二次点 关于其他单位的安全责任 那其他单位 建设单位 勘察设计监理 等等等等 对他们来讲 安全责任没有那么重 但是这些的安全方面 马虎不得 他们已具有相应的责任和义务 那首先我们看一下建设单位 看下面的 一二三四五 它到底有哪些安全责任 第一个 建设单位向事工单位 提供有关的资料 并保证资料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在前面呢 曾经在建筑法当中 提到过这个观点 那建设单位 向其他单位提供的相关资料 甭管这些资料来自于何方 甭管这些资料 它的制作方是谁 只要你建设单位提供出去了 就必须保证资料的 真实准确和齐全 第二个 建设单位不得提出 不符合建设工程 安全生产 法规 法律 强制性标准规定的要求 不得押收合同约定的工期 这前面都有所设计 第三个 在申请领取私工许可证的 在申请的时候 提供安全私工措辞资料 办理开工报告的 诶 开工报告 前面说过 这是发改委口 它所颁发的证 对于我们建设工程领域来讲 它不是专业的指导部门 所以 办理开工报告 说明你可以私工 但是在私工的过程当中 还需要由专业的部门来进行监督 所以 自开工报告批准制度器 15日内 建设单位 需要将安全私工的措施 报送工程所在地 现任以上人民政府的建设 行政主管部门来与备案 好 这是第三条 往下走 第四条 在拆除工程施工15日前 报送资料是工程所在地 现任以上人民政府的建设行政主管部门 或者其他有关部门来备案 最下时间 拆除工程施工15日之前 来进行一个备案 往下走 第五个 编制工程盖算的时候呢 应当将安全作业环境 及安全私工措施所需要的费用 来进入我们工程盖算当中去 确定在工程盖算当中 好了 这是建设单位的安全责任 走 看题目 看下面这道单项选择题 单元题 根据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的相关规定 下面哪一个不属于建设单位安全责任的范围 选案A 向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提供安全私工措施资料 建设单位的责任 向私工单位提供准确的地下管线资料 建设单位的责任 对拆除工程进行备案 在拆除工程施工15日之前 进行备案建设单位的责任 为私工现场从事特种作业的施工人员 提供安全保障 这是谁的责任 这是私工单位的责任 不是建设单位的责任 所以这道题正确答案选递 看下面这道单选题 下面这道单选题 根据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的相关规定 建设单位将保证安全私工措施 报送建设行政主管部门 或者其他有关部门备案的时间是什么 好了 对于这道题目来说 下面一二三四 四个选项 四个选项当中 要进行备案的时间 实际上我们有两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 你领取私工许可证 领取私工许可证 在领取的时候 就需要报送相应的安全措施 第二个难道就是开工报告 开工报告 这才需要备案 啥子备案 开工报告批准制起15日内 所以这道题正确答案 它考得比较硬 实际上考的就是 开工报告批准以后 15日内需要 将工程所在地 建设行政主管部门予以备案 正确答案选择选项C 好 这是这道题 好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关于勘察单位的安全责任 应当按照法律法规 和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 来进行勘察 提供的勘察文件 应当真实准确 满足建设工程 安全生产的相关需要 好 这内容 咱简单一看 行了 那么设计单位的安全责任 应当按照法律 法规 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 进行设计 防止因设计不合理 导致生产安全事故的发生 那如果说 虽然这样的情况 确实因为设计不合理 导致了安全生产事故的发生 那我们设计单位 需要承担相应的责任 那如何承担相应的责任呢 看下面 设计单位和注册的建筑师 等注册职业人员 都应该来承担责任 就单位跑不掉 你专业人员 那你也要承担相应的责任 往下走 我们看一下工程建议单位 看下面的 对于工程建议单位 审查施工组织设计当中 安全技术措施 与专项施工方案 是否符合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 好了 涉及到施工组织设计 当中的安全技术措施 与专项施工方案 请问同学们 谁来编的 谁编的 像这 应该是施工单位来编 施工单位编制 由谁来审 由 建立单位 来 审查 好了 那么 建立的方法有如下几个 第一个 发现案件事故隐患 要求施工单位予以增改 好 第二个 如果说这个情节比较严重 情节比较严重 赶快去告状啊 告给谁听了 告给 建设单位听 当然 情况比较严重的时候呢 要求施工单位暂时停工 好 如果说 施工单位不配合 施工单位说 那啥事了 竟然要求我停止施工 不可能 如果施工单位不配合 这个时候 应该向有关主管部门予以报告 好了 你看我们层层递进 有隐患 要求改正 那情节严重 情节严重 暂停施工 报建设单位 那如果说你拒绝执行的 到有关部门 到官方告你的状 看下面的单项选择题 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规定 不属于监理单位安全生产管理责任和义务的是哪一个 选A 编制安全基础措施及专项生产方案 做施工单位的责任 讲理 整长安全基础措施及专项生产方案 监理单位的责任 报告安全事故隐患 监理单位的责任 承担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的监理责任 没问题 监理监理监督管理 对质量咱们要监督 对安全单同样要监督 所以这要提正确答案 选A 好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第五个 关于机械设备配件供应单位 看下面两句话 出租的机械设备和施工机具及配件 应当具有生产制造许可证 和产品合格证 我们刚才曾经谈到 那世界的机械设备也是同样的 你生产厂家有资格生产 那么针对这个特定的施工机械 它是合格的 出租单位应当对出租的机械设备 和施工机具及配件的安全性能 进行一个检测 在签订输定协议的时候 用到出具检测合格证 好 出租的要出具检测合格证 看下面的这道题 使用乘租的机械设备和施工机具及配件的 由谁来进行验收 验收合格方可使用 好了 对这道题目来讲呢 实际上它考得比较全面一些 使用承租的机械设备和施工机具及配件的 谁来进行验收 那在这个地方我们设计到 你看设计到ABC 那对C来讲有总承包单位 对B来讲有出租单位 对A来说有乘坐单位 实际上都不全面 我们如果涉及到总承包的 这是由四方来验收 首先总包对安全生产副总的它的验收 分包如果它使用 它的验收 那么对出租单位来讲 你也的验收 设备是你提供 好 接下来 对于这些大型的机器设备 有专门的安装单位 有安装拆卸单位 安装拆卸单位 这也是专业的单位 所以四方共同验收 验收合格方可使用 正确答案全递 好 接着往下走 关于施工机械设施安装单位 在施工现场安装 拆卸施工其中机械 和整体提升脚手架 模板等自身式架设设施 必须由具有相应 知识的单位来承担 所以在我们建设 工程领域当中 不管是哪方 我们都特别强调 知识的问题 勘察 设计 监理 施工 需要有知识 那么涉及到 施工机械的 安装拆卸 需要有知识 哪怕是进行 见证取样 来进行一个送检 也必须 送具有相应 知识的检测单位 来进行检测 所以知识这个问题 在建设工程领域当中 谈及到了很多 好 下面是关于监督管理 看下面的 安全失踪措施的审查 没有安全失踪措施的 不得颁发 施工许可证 这是 对于前期进行管理 施工许可证的颁发机关 来进行安全失踪措施的一个审查 好 第八个 生产安全事故的应急救援 咱们简单看一下 制定应急救援预案与救援体系的主体 这是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政府 那么对于建筑施工单位来讲 应建立应急救援的组织 好 对于预案和体系的建设 是政府部门的事 那涉及到救援组织的确定 这是施工单位的事 好 我们看看下面这条题 多项选择题 根据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 下列关于建设工程安全生产 责任的说法当中 正确的是 选案A 设计单位应当在设计文件当中 注明设计到施工安全的重点部位和环节 这当然正确 选案B 施工单位对于安全作业费用 有其他用途的时候 需要经建设单位批准 这就不能够有其他用途 想必有的同学说 这个说法很正确 建设单位出了前案 建设单位批准就行了 不可能 对于安全作业的费用 专款专用 不得罗咒他用 任何理由都不可以 想C 施工单位应当对作业人员 每年至少进行一次 安全生产教育培训 完全正确 至少一年一次 选案B 施工单位应当向作业人员 提供安全防护用具和安全防护服装 选案B 正确 对于自己单位的人 该提供相应的用具 该提供相应的服装 都得提供 选案B 施工单位应至施工启动机械 验收合格制起 60日内向有关部门预训登记 在这个地方也同样记一个时间 对于施工单位来讲 应当至施工启动机械 验收合格制起 不是60日 而是30日向有关部门预训登记 所以这条题正确答案 选择选项A C和D 好 这是这条多项选择题 那么谈到这儿呢 我们的第一节 关于建筑法 以及两部行政法规 就介绍到此 教材的内容比较多 针对考试 有重点的与把握 有针对性的与复习 就可以了 好 我们的第一节 到此就结束 谢谢大家